大家好,我是咕咕,今天我们来看《波浪神父》第七季的第六集 警局上心了,新人小帅,是个傻白苦 啥事做的都能让人直摇头,哭了同事总给他善吼 但探长预言,小帅必将前途无量,因为他爸是高级警司,老高 靠山的光芒刺痛探长的双眼 没有一个好爸爸的他,就只能抓紧立功每一天 机会这就来了,探长接了现报 火系一个在逃杀人犯小黑的落脚点,叫上警员 不,这么多集叫草率了,以后改口叫好警长 他和探长一起出发去抓一个危险分子,来自黑帮的小黑 他阴谋杀一位警察遭到通缉 探长想,这么罪大恶极的人若能亲自抓捕归案 功劳不就能独享了,说干就干 不等支援,探长就拉着好警长进屋抓人 为了神职,探长爱拼才会赢 但太平野会出事情,警务后的探长注意力被一本笔记本吸引 全然不知危险就在身后 伴随一声枪响,探长应声倒地 但他没事,是好警长替探长挡下了这一枪 凶手藏红而逃,好警长送一抢救 探长呢,被大领导老高又骂又针对 好坏探长也是头破血流付了伤的 可在领导眼里,探长还不如没戴手套去捡凶器的小帅 好好好,你是他的好爹底 他是你的好大儿,你们一家子最最好 哈善和宝美在医院陪护好警长 好警长对面躺着的是外表轻伤 内心中毒愧疚的探长 为了弥补,探长难得开口求神父帮忙 去警局拿回那本笔记 探长一直记得,上面写的都是人名 直觉他很重要 但奇怪的是,神父去了之后 小帅说没有收录过该证据 可探长明明还在现场和老高 特意汇报了笔记的重要性 不应该漏掉才对 这个问题现在也不需要探长操心了 上面曾派了新探长来接受此案 一回头是熟人 前任探长 相较于小胡子探长的五胡探长 逢免区分就叫他 帅探长 神父向他提了一点本案的不寻常之处 那就是小黑不合逻辑的行为 小黑是黑帮,还杀了警察 行和手辣四个字送给他不过分 但是在被探长好警长发现后 他只开了一枪就跑路 数据不能讲的 小黑的人物性格不该选择当场灭口吗 最离谱的是他还将防身保密的枪给扔到了外头 哪里像个大恶人 倒像是一个人被吓坏了的慌张之举 率探长觉得神父说得很对 率探长成长了 邀请神父一起调查 面子算什么 能结案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的率探长隶属特别行动组 在调查警局内部贪腐案 他来跟进小黑一案也不是偶然 小黑其实牵扯进一起数量巨大的贪污案中 有消息称小黑虽然只是黑帮小弟 但手握黑帮与警方利益往来的证据 也就是那个消失的笔记本 小黑会杀人 也是因为有位正义警察拒绝和黑帮合作 身负命案和证据 率探长意思是说服小黑 转做污点证人换一个从轻发落 因此当务之急得先找到人 思路很快就有了 小黑的落脚点留有胰岛素 说明小黑有糖尿病 药都落在这了 无药小黑会干嘛呢 肯定是去找药 同级中的他必然没有办法买 那就一个解禁了 去医院偷 这么的 小黑和守处带兔的神父不期而遇 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恶人小黑吗 为什么眼神中透露着清澈的愚蠢 该说他蠢萌吗 被神父发现偷东西 还打个招呼像从镇门走 以为是个猛的 撞到摔探长后 秒投降直说大人冤枉 看他的样子真的很难把他和穷凶极恶划上等号 但他确实是黑帮小弟呀 没办法 工作不好找 给老大打工不也是打吗 小黑 蠢蠢的把黑社会当成职场了 事没少做 但坏事真没干 什么谋杀警察 强击郝警长的罪名 纯属自虚无忧 首先郝警长受伤时 小黑就不在现场 他人在后院 是听到枪声吼才害怕顿走的 杀人就更不是了 相反 小黑和正义警察在商谈 警民合作 合理揭发警局内部贪腐 正义警察最后对小黑说的话是 他要找上级汇报 和小黑联手一事 可惜再见 转只警察已经成为尸体 被投递到了小黑的家门前 小黑立刻意识到 这个上级不干净 他想嫁祸小黑杀人 一箭双雕 现在率探长愿意接受小黑 他真的是太感谢了 马上拿出诚意 证据二 账本 上面记着 收收赃款人民的缩写 也就是说 账本加上笔记 证据互补 可以发挥出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样一来 笔记的价值就更大了 率探长想要 小黑表示 这个可以有 笔记他手 上面有这么一个人 进水楼台 最有可能拿走笔记本 是要离得近的 又知情的 老高 探长之前还特意和他 报告了笔记事 除了他没谁了 好在东西没藏源 就在办公室里 神父好运加深 回首一掏 找到了笔记本 证据失气了 但还差一个关键物品 勇气 老高 那可是高级警司 管大一级就很了不得了 何况这还大了几级 外加还有正义警察事件在前 率探长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动得了他 不能一来 只能这举 率探长 扬装向老高 交出一个小黑 还特意设置成 仅老高可见 正愁没机会灭口的老高 觉得是天助我也 自行性过了头 被小黑一套话 就承认了不少事 相视贪污一事 真意警察知死的真相 不过在好警长这部分 老高下意识地否认了 因为当时他人在外地开会 并不是他开了枪 那还能是谁呢 老高没说 但这个人呼之欲出 既听话 又深得老高信任的 除了他宝贝儿子小帅 还能有谁 小帅又有一个怀孕的未婚妻 老高对这么婚事 一直是持保留态度 因此在和探长 几乎同时得知 小黑的下落后 分身乏数的老高 并以婚事作为要挟 让小帅前去 拿回笔记本 谁知道东西还没找到 探长先冲了进来 慌张的小帅 担用小黑落下的枪 想吓走探长 结果却意外打中了好警长 之后就如神父形容的 小帅慌张地丢枪逃离了现场 随着老高坑了小帅 让儿子替自己干坏事 但他到底还是有些 做父亲的担当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最后他还是为小帅记上一击 将小帅的伤人罪名揽了过来 作为交换 老高愿意出警作证 交代出比小黑更有价值的信息 看在小帅本性不坏的份上 帅探长同意了 这也不是为了小帅一个人 除了还是为了挽救 他背后那个即将组建的小家庭 最后巫人为其系上一击的小黑 他战人的工作被老高劫糊了 只能重新踏上求职之路 也不知道下一个 被他整顿的职场 会闹成什么样 本集完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